C Language它有一些应用 最主要早期像我们看说 像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大概就是 很多都是用C Language去开发出来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潜入式系统 什么即时系统 通讯系统 那潜入式系统有很多 现在越来越多 像其实以前有专门卖那种导航的那种机子 那个导航的机子 或者是说那个什么 像台湾现在很流行那个行车记录器 那些东西都是小小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可以录出来什么东西 可以做导航做什么 那些后面它的系统 它的那个小盒子里面 本身都有一个简单的系统 那些系统就是叫潜入式系统 或者是现在很多车子里面 有很多车用电子零件 车用电子系统 那里面都是属于潜入式系统 那潜入式系统 那用吸血的也蛮多的 那其实非常多地方都有潜入式系统 那realtime的system 大概都是一些要做feedback 传输回来的 包括通讯都是很多 所以大概吸的应用是蛮广的啦 那吸的有一个叫做标准的韩式库 我们现在要开始谈吸的一些比较 一些核心的概念 这边你们要睁大眼睛看 什么叫做韩式 你们了解的韩式是什么 或函数啦 因为英文叫做方讯 你们应该有读过这个英文单字 叫方讯 那中文你要翻成韩式或函数 其实都可以啦 那你们了解的韩式是什么 来 零子环 有没有听过什么叫方讯 你所了解的韩式是什么 方程式 方程式 所以方程式可以写成 随便举个例子吧 义辅是一个韩式 义辅可以当成是一个韩式 这么简单 你们不用想到一定要程式啊 如果你们以前学过的其他地方 有没有学过看过什么叫韩式 韩式或函数 有没有 你们数学里面有没有学过韩式 数学里面有很多韩式 数学学过什么韩式 蛤 蛤 什么叫蛤 蛤次 蛤次韩式 蛤 有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三次 有没有n次 除了什么这些叫什么 这些二次韩式叫什么 叫做Polynomial 叫什么 多像式嘛 对不对 所以二次的三次的 n次的 除了这个多像式还有什么 韩式还有什么 陈毅豪 蛤 就你了 还学过什么韩式 除了Polynomial 多像式还有什么 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你还帮他上去 你好朋友是吧 三角函数也是一个韩式啊 对不对 所以函数我们一般的形态是写成什么 F of 是不是 这个词有没有常听到 F of 什么 数学老师常说F of 什么 F of 什么 里面那个是什么 X 那如果是多像式 二次的话 就F of S 等于什么 你不是都会吗 多像式啊 二次的啊 F of S 等于什么 A S 平方 加 B S 加 C 这就是也许你们数学学过的韩式或韩数嘛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韩式的概念啊 所以韩式的概念是什么 你把那X是什么东西 在韩式里面那X代表什么 变数 对不对 那是变数 变数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变数带进去那个韩式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答 答 得到答案 当然是答案啊 那个答案就是代表什么 韩数的值嘛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好 那像三角韩数也是一样啊 你 如果F of S 等于Sine X 对不对 那你把X 当然X可能是进度量 把它带进去 你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那个韩数的值 所以这个叫韩数 概念 这样的概念啊 所以 那当然韩数也不止那么简单 韩数当然它可以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方程式 但是它也可以在里面做很多事情 就是说 它可以在 我们这边所谓的Function 所谓的Function 它基本上就是 它把一部分的程式把它组合在一起 但是组合在一起 它可以专门来做某一件事情 专门做某一件事情 例如它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来判断 假设随便讲 它可以判断 这三个数字 假设你今天输入三个数字 你可以判断它这个三个数字 到底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 形成三角形是什么条件 你们都知道吗 对不对 怎么样才可以形成一个三角形 假设你今天的函数里面有XYZ 所以这个时候里面的变数变几个 不是只有一个而已 它可以三个 对不对 这三个变数你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可以构成 输进去的 那XYZ还不知道 是看你怎么去输 这三个怎么样判断 它是不是变成一个三角形 刚说过是什么 两边和大于第三边 就可以变成一个三角形 所以那个函式 它就可以去做这个功能 当然这个功能你要怎么去做 这功能是不是只有一条方程式 你可不可以用一条方程式 就可以很快判断它 是不是变成是一个三角形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吗 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很简单啊 两边和大于第三边 这是一句话嘛 这句话你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来代表它吗 可以来诠释它吗 可能不行 可能不行 可能的意思就是还有可能 可以 可以 你说可能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摇摆人 这个是 摇摆人 墙头槽 你两边和大于第三边 你今天有三个数字 你要判断 所以你可能不是只有一句话 或是一个方程式就可以解决了 你变成需要有 因为你的两边和大于第三边有几种组合 对啊 有三种组合嘛 有三种组合嘛 有三种组合 你就不可能用一个方程式就可以马上就判断出来啊 你变成必须要用三个方程式去判断它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它的功能就变成是一个函数的功能 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函数的功能 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这三个数字 可以构成一个所谓的三角形 这样的概念就是一个方程式的概念 所以这个方程式它是有一个单一的目的而已 就是很单纯一个目的 就是来判断 输入的这三个变数 到底是不是属于构成一个三角形 当然它不是一条方程式 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二次方程式 它的函数就是f of x 等于 as 平方加 bs 加 c 这么简单 它这个函数里面它会有一些判断 可能会有好几条公式 然后来组合成 那组合出来它是为了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这个函数的目的就是什么 要来判断这三个输入的变数 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 就是这样 那在 c 里面有很多这种方程 这种方程就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 把它叫做模组 module 模组这个概念以后你们要常常知道 模组就是有点像是 就像是上次我们提过这个拼热膏有没有 你在玩热膏你再拼一台车子 你可能就是要有轮子 要有车身 要有什么whatever引擎 你要把它组合在一起 那轮子就是一个模组 车身也是一个模组 那你就把它兜在一起 就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是一个车子的样子 所以 c 的里面有很多函数 这些函数都是模组 那透过这些模组的组合 你就可以达到你真正这个主要的程式 需要达成的目的 这样子的比喻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都不理我 都只有你 藏头少理我 懂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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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个response吧 啊 这么酷啊 都不理老师的啊 懂不懂啊 懂不懂啊 懂要点头啊 懂不懂 懂不懂 啊 真的要乞死了 所以函数 c 程式就是它会有很多函式的模组 那这些模组当然它也 我们把它叫做区块 因为你的程式写出来以后 会变成一块一块的 一个区块 一个block 一个block 所以它这样会变成是一个组合合成 那这些模组或这些函数啊 这些函式啊 我把它按照课本写的 比较标准叫函式 这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写 你可以自己写 或者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说我们会用一些现成的 就是已经 c 已经帮你先写好的 就是已经好了 你只要拿来用就好 就像我们刚刚说 你拼热膏 你的轮值人家已经帮你做好 就拿来兜进去就好了 就是人家已经写好的 那个就是现成的 那现成的一般来说 c 有一个叫标准的 就standard 标准的函式库 那这标准的函式库 里面就有一些提供 在我们写程式里面 常常要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他就写着这个标准的函式库 那我们在主要的程式里面 只要去呼叫他 就像我们把热膏的轮值拼进去 一样的概念 呼叫他去把它取来使用他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人家已经写好的 标准的函式库 那当然 通常我们的程式设计 通常就是模组导向 就是 就像拼积木一样 所以你可以想想他是拼积木一样 他就是用模组的一块一块 去把它兜起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 有些写好的 你就可以重复再使用 重复使用的话 你就避免再重新再写一遍 那当然相对就比较 比较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所以接下来你要注意到 我们模组的可以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现有的模组 我们把它叫做软体的 叫做再用 叫reuse 再用 那些reuse的软体呢 有包括像我们刚说过的 C的标准函式库 这个就是已经现成的 你一定 它里面的功能就能拿来用 那当然还要包括你自己也可以去写 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判断三个变数 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 这个可能在标准函式库 它没有想那么多 它不会把你设想那么多 它只是最常用的 那这个三个数字变成 要不能构成一个 构成一个三角形 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的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撰写 自己去撰写 那当然以后你们最常要用的 就是自己撰写的 要自己去写一些函式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去用别人写好 然后那个人提供给你的 当然这个不叫copy 这个不叫票切 这个是人家已经写好 然后他也愿意提供给你使用 那这些 它里面的功能正好是 这个函式的功能正好是 你的组程式里面需要用得到的 那你就可以拿来用 那这个也不是标准函式库里面的 这是别人写好 而且它可以提供 让大家来共同使用的 所以大概就是三种类型的 这三种类型 这三种类型 不过在主要的 我们应该是前两个 如果你要用别人写的话 基本上考试你还是得自己写 所以还是要自己写 自己写 所以这有三个形态 那当然 以西为基础的语言 还有很多其他种 那当然这个有人也许 之前有学过西加加 那西加加 其实我们不会提 因为这个其实 对你们来说 刚学这个 可能学西加加 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当然它比较重要的是物件导向 那什么叫物件导向 这个我们也不提 所以我们这边 很快的去把它跳过去 那我们的一至九 也把它跳过去 因为一至九 在谈那个物件导向的东西 我们就不提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 花时间去了解这些 你们以后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一至九 在谈物件导向 好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怎么去 开发一个C 一个C Program 它的开发环境是什么 它有的开发环境 那就是当然 就是你真正要做一个C 要让C来帮你解决问题 它通常会包含 你的开发的环境 还有本身的语言 那另外要使用到C的标准函事库 这个部分 那图一至七是下面 图一至七 图一至七是这个部分 待会再来看 好anyway 我们真正在 让这个C的过程 其实它是经过有六个阶段 所以我们刚说过 因为它要转换成让电脑可以了解 最后是要变成机器语言 所以它要把它变成机器语言 过程中间会有一些阶段 这个阶段呢 反正你每一次写一个程式 就是要基本上执行这些阶段 首先你当然要先经过编辑 那什么叫编辑 编辑就是写程式 就是你用一个文书处理软体 那当然最简单的 现在Windows最简单的文书处理软体 是什么 最简单 记事本 你可以用记事本 就去写一个电脑程式语言 那当然我们 我们会介绍你们用一些 比较 专门for写程式的 编辑程式的一个软体 那个应该是不用钱的 所以不用钱的 用的比较新安理的一点 编辑 要先编辑 这就是写程式 那接下来之后 他会有一个钱处理 那当然这有些过程是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有些过程 我们其实是打一个指令 他就做了这些东西 像这个钱处理 叫preprocessing 这个东西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当我们在做程式的编辑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在打编辑 因为我们今天会让你们操作一遍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 你只是把程式写好 然后下一个编辑的动作 然后就产生一个执行档 执行档去执行它就完了 大概真正在run是这样run 再讲一遍 你编辑完成式 下一个编译的指令 然后编译完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执行档 那你把这个执行档叫出来 执行就结束了 大概就这样 所以概念是这样 但是它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还包括 像刚刚说在编译 编译的过程中间 它还包括所谓的preprocessing 前处理 这个我们看不到的 那编译过程之后 它还有包括要连结 这个我们也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 载入 载入这个是它在做 要把它变成执行档之前 要连结载入 完了之后才变执行档 执行档我们最后才去做execution execute 执行 所以它的步骤其实大概就是 我们大概只看得到编译 编辑编译 然后就执行 大概就这三个部分 但它中间还有经过前处理 连结跟载入这些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六个阶段 是在c 在c的执行的过程中间 大概是这样 所以第一阶段当然就是要建立程式 就是要做一些editor 做一些编辑的这个文书编辑器 那第二阶段就是要做前处理跟编译 那我们通常只会下一个指令 来做一个编译 compile的动作 那compile它主要呢 会先将 会将这个程式 编成一个叫做object code 这个object code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machine language 就是一个机器码 这个机器码是我们看不懂的 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执行的 但是在编译之前 我们刚刚说过 在编译或转译之前 所谓编译器就是在做翻译嘛 编译器就是把我们写的高阶程式语言 翻译成让电脑的程式语言 但是在这个翻译之前呢 它还会先做什么 做一个preprocessing preprocessing 那c的preprocessing呢 其实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才会看到 在程式你可以让它先去做一些preprocessing 包括主要是像 我们要去呼叫一些 呼叫一些韩式库 其实刚才我们好像特别忘记 特别谈到 会有一个韩式库 刚才说过 c它会提供一些标准的韩式 这些标准的韩式有大概好几十种 这些不同的韩式 它把它集合在一起 就是变成是一个库 对不对 一个库的概念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集合嘛 所以我会把很多标准的韩式 集合在一起 就叫做韩式库 那你的前处理的过程中间呢 前处理的preprocessing 就是在去要命令你的电脑 命令你的这个执行的过程中间 要去连结到它的标准韩式库 这样你才可以去使用那些韩式 所以这些都叫preprocessing preprocessing 前处理的 这当然我们也看不到 但是你的在编辑里面呢 你就要把这些 你需要电脑帮你做什么样的前处理 你要先把它写在你的程式里面 preprocessing 然后完了之后呢 会有连结 连结 那连结大概我们 它就是preprocessing 它只是让它知道之后 就会连结到韩式库 它就会做这个linking 就是它等于做直接的连结动作 刚才的preprocessing 只是让它知道说 我要连结到标准韩式库 最后在做真正的编程执行党之前 它就在做这个连结 就是连结到韩式库 或其他的其他的 其他特定的私有的韩式库 这个有些韩式库是卖钱的 那个是很贵的 那你要特别做什么动作 它这边都有 那这个要做连结 所以你的preprocessing之外 你还要做真正做连结 那连结之后 会产生一个叫做executable image 就是执行党 就变成执行党 那我们待会会介绍的 我们的连结的编译的连结程式 是什么 我们在我们会用一个叫做 GNUC的编译器 那这个也是一个不用钱的 不用钱的 一般编译器要卖钱的 像Microsoft的C++那些都是要钱的 那我们用这个叫做GNU GNU其实它是一个蛮大的机构 这个反正以后有时间再说了 反正它这个叫编译器 这个编译器的缩写叫GCC 所以以后我们会用这个compiler 叫GCC的编译器来做这个编译 城市编译 所以刚才这个已经到了编译了嘛 然后连结 所以可以从它开始这边的说明 这个就是刚刚的读 文书编辑器都是在硬碟里面 前置处理也是在硬碟 编译器连结器都是在硬碟里面 所以前面这四个步骤 大概都是在硬碟里面去做执行 那接下来就把它做载入了 第五阶段就是将城市放入记忆体里面 把它载入到记忆体 把它从硬碟里面载入到记忆体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去执行它 那执行它就是透过CPU跟主记忆体之间的连结 去执行它 那它这个执行的过程中间 可能会读资料也可能会 可能会读资料也可能会储存资料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executable的过程中间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执行 所以载入的过程就是要把它放入 在执行前要把它放入记忆体 载入完之后才去做所谓的执行 所以这个大概稍微知道就好了 我们重点就是那个步骤 我们真正的就是编辑 然后编译 然后再执行 就这样而已 但其实它overall来说是有六个步骤 那执行当然一定 通常第一次一定不会成功 所以你们要做好心理要抗战的准备 写程式不是写一次就会成功 写程式如果一次成功 当然就代表你们很厉害 那有可能有时候是运气好 但是通常不会一次就成功 而且会 你们问学长就知道 对不对 通常要写很多遍 写很多遍还不一定写得出来 然后才被当掉 所以写程式需要花很多时间 不会一次就成功 那当然不会成功原因有很多种 一个是你自己不努力 最主要原因 其实最主要原因都是自己不努力 那错误呢 我们在写电脑程式的错误 我们把它叫bug bug是什么 虫子 你英文不是不好吗 太可以 又可以 虫子 所以我们因此这种错误 我们要把它除掉 所以我们因此写程式 当你写错了 要把它修正过来 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debug 那debug就是除错 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这个虫子 把它抓出来 然后修改完 所以把它叫debug 那这些错误有很多种可能 有一个当然刚刚说过 不努力是最主要原因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 那如果一个是可能你误会了 你没有搞清楚这语法 或他的一些特定的要求 像这边讲一个例子 你如果用除以0 就是你把一个实数 去除以0 实数除以0 实数除以0 当然在数学上是 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 没有意义吗 有 一个数字除以0 有没有意义 没有 没有 就是为0 分5 封股部会邻 都背得很清楚 是吗 五解 五解 那你们不是在学微积分吗 微积分有没有团到PIMIT 营什么 微积分有雪 好笑 pudding 微积分好好学啊 真的要好好學 微機分有談Limit對不對 除以0在數學上有什麼意義 有人笑得很開心 除以0理論上在數值上是什麼 在數值上是什麼 剛剛不是在談Limit嗎 你們不是微機分就是在學Limit 一開始就在學Limit啊 除以0是什麼 除以0就是Limit 除以0是什麼Limit 除以0是什麼意思 你們學過 數字除以0為什麼 沒有意義啊 你們以前是教沒有意義 對 那你們呢 沒有意義啊 除以0 會變無限大 無限大 如果以微機分來看 你們不是有時候常在算一個Limit嗎 除以0的情況之下 你們可能還沒有在學到那個 微分的那個Limit 那些東西 如果把它最後分母 變成是0的話 除下去它就變成是無雄大 無雄大當然是代表它是沒有極限嘛 所以除以0是無窮大 所以除以0是無窮大 無窮大代表是沒有極限的感覺 那是在數學 在電腦呢 除以0他無窮大 電腦沒辦法處理無窮大 所以他就認為這個是 他就把它 define 成是一個 bug 這是一個錯誤的 這是一個 illegal 非法的運算 所以這是在電腦 但是在數學不一定是這樣 那這時候就會顯示一個錯誤的訊息 或者是說你的邏輯上面有錯誤 你可能跑出來是 你的程式是可以run的 但是run出來結果是不是你要的 不是你要的 那就代表你的什麼 這個程式設計的邏輯是有問題 所以都會有種種的問題存在 當你發現問題 當然有時候電腦會告訴你有錯誤的訊息 如果這個是電腦可以在 compiler 它可以抓到的錯誤的訊息 包括語法的錯誤 如果你是寫程式的語法錯誤 通常電腦會告訴你 它就不讓你編譯過了 就連編譯 因為你要有編譯才會變成有執行檔 現在有這個概念 你要把程式寫好 用文書編輯器寫好之後去編譯 編譯完會得到一個新的執行檔 這執行檔你才能夠去執行 但是如果你連編譯都沒有編譯過 就是它的執行檔都沒有跑出來 那就代表它那個過程中間 它就會告訴你 你可能哪邊的語法寫錯了 那編譯器會告訴你 那當然編譯器告訴你 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你的英文要看得懂 而且它通常跟你指示的錯誤的地方 你也不一定找得到 所以這是要一點經驗 所以如果有錯誤的訊息 你大概可以根據錯誤的訊息去看 你哪邊寫錯了 然後再回去趕 但是如果都沒有錯誤的訊息 它就啪啪啪的幫你編譯好 也可以去run 結果run出來的結果是錯的 那這時候就沒有人可以告訴你錯在哪邊 這時候就要靠你自己回去 一行一行一行去看看 看哪邊到底哪邊寫錯 哪邊的邏輯是錯誤的 那當然不管怎麼樣 最後都要回到原來的編輯階段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重複的cycle iteration 要不斷的重複 所以一開始一定不會成功 不會成功你就要從頭來 當然不是從頭來 就是回去再修改你的程式 所以這個過程中間是一定會做到的 而且以後接下來的實習課 你們大概就會挨來挨去 就在挨這個 然後就叫助教 助教 助教就過來幫你們看看哪邊有問題 然後被你們氣得要死 因為很多時候通常都是你們一個錯誤 一個錯誤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少打 或是打錯什麼英文字 你們怎麼那麼了解 是喔 所以有寫過程式你就知道 好 那另外 C裡面的函數裡面有 所謂的標準輸入跟標準輸出 就輸入輸出 當然這是程式最重要的 程式要讀資料 然後也要經過計算 然後產生資料出去 所以要輸出 那一般來說 它會從叫做STDIN Standard Input 或者那Standard Input 通常是叫鍵盤 那它可以從鍵盤輸資料進去 它也可以從檔案 你就事先把檔案 你的資料要什麼 把它寫在檔案裡面 那檔案就可以當成是資料 輸入進去系程式 那輸出呢 叫做Standard Output 那STD Out 這個通常輸出是從螢幕 螢幕就可以直接輸出它結果 那不然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的結果 存到什麼 存到檔案 或者是連到印表機 如果有印表機的話 那當然連到印表機 有點浪費 因為你印表機 可能到最後確定它OK才輸出 那除了這個標準輸入輸出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標準的錯誤 標準錯誤串流 這是剛剛說的 如果你編譯錯的話 它會給你一些輸出 它當然這個輸出 大概就是從螢幕 然後螢幕告訴你說 哪邊錯哪邊錯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輸出 也可以連到其他裝置 這個是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其實 課本接下來是有一個測試 讓你們測試 但是我們 這個我們留到最後再講 最後再講 所以我們這個先跳過去 我們接下來 課本還有一部分 就是在談 我們也其實之前看到的作業系統 還有包括網路的部分 所以這邊 這兩個我們也會講得很快 好 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 剛剛其實問過各位了對不對 那作業系統基本上 剛剛說過 其實最主要你要 回到我們之前談的那個概念 就是你的硬體是核心 硬體外面包的那一圈叫做什麼 就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在外面那一圈 軟體 軟體在外面那一圈 就是使用者跟環境 那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定義去看出來 其實作業系統的概念 就是在提供使用者 或者是說城市開發人 或者是系統管理人員 更方便的使用環境的軟體系統 反正講這些 這概念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張圖 所以作業系統主要有一個叫 Kernel核心的部分 這個核心的部分 就會不同的作業系統 有不同的寫法 這個 我們知道常用的就是 剛剛說Windows對不對 除了Windows之外 你們如果有真正在玩電腦的 其實現在還蠻多人用Linux Linux 這個Linux 跟我們剛才看到的 有一個叫UNIX 其實它是同樣的概念 只不過它把以前的 Unix的作業系統 是應用在大電腦 就是一些IBM的電腦 或者是HP的那種工作站的電腦 那後來要把這個UNIX 移植到PC 移植到個人電腦上面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把稍微修改一下 變成一個叫Linux的一個作業系統 這個Linux作業系統 現在其實也蠻popular 那當然還是不如Windows 那另外MacOS 有沒有人在用Mac & Touch 你們班有沒有人用Mac & Touch 有沒有 有舉手一下吧 沒有啊 你有啊 MacOS我們也是可以上面 也可以run 也是可以有那個同樣的compiler 所以同樣的程式 你可以在Windows run 你也可以在Mac & Touch run 這個就是所謂的portable的概念 那比較常用就這三個 那另外還有什麼智慧型的 平板電腦的 就是一些行動作業系統 那這些大家都很熟 Android iOS 還有BlackBerry BlackBerry 大概大家沒聽過吧 哎呦 也知道呢 有用過嗎 沒有用過 有聽過 BlackBerry 還有最近 最近剛被宣佈已經 白白的Windows Phone 最近的新聞 微軟宣佈已經不要提供 Windows Phone的任何的更新 所以代表Windows Phone 這個作業系統已經完蛋 就沒有了 好啦 anyway他可能就拼不過其他的嘛 拼不過其他 但是早期呢 早期在Android跟iOS 還沒出來之前 其實Windows Phone 是最popular的 手持式的作業系統 好啦 anyway Windows是怎麼來的 Windows的來源 1980年代你們出生了沒有 你們 你們是1999 99 好年輕喔 1980年代 1980年代 Windows 當然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他的老闆是誰 Windows的老闆 創辦人 大 小白人 那你們國際化真的不太夠喔 BearGas 對不對 那BearGas 他當初開發Windows作業系統 其實 他早期是在一個叫做 DOS 有沒有聽過DOS DOS DOS 以前DOS呢 最開始的PC 個人電腦打開 你的螢幕就是一片黑的 然後呢 就有一個游標在那邊閃閃閃 那你呢 要命令電腦做什麼 你就要在那個游標上面打指令 然後打完指令之後 然後才可以做什麼動作 以前一開始都是沒有任何的所謂的使用者界面 那所以一開始的DOS 當然DOS一開始也不是微軟發明的 他後來也把它移植到微軟上面的DOS 那他是在以這個DOS為基礎上面 再去架構一個叫圖形化的使用界面 所以他才會有所謂的視窗的概念 才會有視窗的概念跑出來 那 但是我們之後 其實我們 我們之後要用的 我們現在在Windows其實 即便在圖形化的界面 我們以後要用的還是DOS 那我們還是要用DOS 所以 所以 有沒有人會用DOS的 會不會 會嗎 不會 DOS很簡單 但是 但是他是 反正 我們因為我們的那個Compiler 必須編譯器必須是在一個 所謂的 Batch系統上面 什麼叫Batch你們大概也不曉得 不過反正Anyway 就是以後我們還是會在DOS上面去Run 這個我們的C Language 當然他也有圖形化的界面 但是我們 反正剛說因為我們的Compiler是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話 你就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去做他 所以我們會在DOS上面來Run 但是Windows早期 他就是在這個DOS上面再去架構一個圖形化的界面 所以這個 當初 DOS其實是要用所謂的命令互動式的個人電腦 這DOS 但是現在因為有圖形化界面就比較容易 那其實這個概念是跟誰借來的 這個其實 就是 Zerox這家公司 有聽過嗎 在美國這家公司算蠻有名的 以前我剛去美國的時候 我老闆叫我去影印東西 他跟我說你拿這東西去Zerox 為什麼叫Zerox 他說就是拿去Copy 我說Copy為什麼叫Zerox 因為Zerox這家公司是最早期做影印機的 所以他們後來在美國才在搶 你在影印東西 影印東西就叫Zerox 這個是他們的口語 口頭用語 那Zerox這家公司 早期是很有名在做這些影印 但是他後來也成立一個公司 成立一個研究室 叫Puck P-A-R-C 這個Zerox Puck 他呢 有開發了一些圖形化的界面 是最早期 把一個 一個電腦的系統裡面 可以用圖形化的界面去做 這些事情 所以包括連早期的 我們待會會看到像 像Apple Apple他其實也是參觀 這個Apple Apple老闆叫什麼 Steve Jobs 對不對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聽 應該就知道了 那Steve Jobs他當初去做這個 Macintosh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參觀的這個 全路 Zerox其實中文把它換成叫全路 全路應該有聽過 有沒有 全路有沒有聽過 沒有 沒有 你們都是好像很 講好聽一點 叫innocent 講難聽一點就是 innocent另外一個意思 無知 蛤 無知 無知喔 無知還算好聽耶 白字開頭的 好啦開玩笑 全路 全路 這個PRC叫做Pyro Auto Research Center 這個Center裡面 他弄了很多圖形化的界面 所以其實連Steve Jobs他的功能 他最早其實 麥金塔的電腦 是最早把它商業化的一個電腦 一個電腦系統 但他其實都是Follow全路 那全路的他的這個公司 他們做的這個 只是為他們公司內部在做影印設備用 才使用而已 他並沒有發展成商業化的產品 所以Apple也是參照這個PRC這個公司去做的 然後Windows其實也是 那Windows其實除了PRC之外 另外 因為Apple的Macintosh 他比Windows的作業還來得早 所以他其實Windows也是其實更加 算是借用 所以他那時候才會有所謂的視窗 有圖示 有選單的概念 那後來從Windows的 早期的Windows 3.0 3.1 然後到Windows的95 98 類似這樣 那當然最近的是從7到10 那這裡面當然他的使用者介面 就越來越friendly 他的速度 他的什麼安全性等等 甚至包括他支援觸控螢幕 這些都是後來才加進來的 但是Windows我們把它叫做 是一個叫做封閉的作業系統 所謂的Close 他是一個封閉的 就是說 他沒辦法你自己去改作業系統裡面的東西 因為他是commercial他要賣錢 所以他才不讓你去改他的東西 所以使用者是只有買他的使用權 那所以他是一個封閉的作業系統 那但是目前因為他其實也 怎麼說 因為可能試占率也算滿高的啦 所以現在大概全世界用的比例還是 作業系統還是他是最大 還是他最大 那另外 相對於Windows是封閉的 Linux他就是一個開放源 開放原始碼 那開放的原始碼意思是說 他的所有的作業系統的程式碼 你都可以去改他 他是open的 他的source code 當然一個作業系統source code都是好幾十萬條的 這source code 這些source code你是可以去改的 他這叫open source code 開放原始碼 那我們用的編譯器呢 也是所謂的這種開放原始碼的編譯器 所以他是很free的 是不用錢的就對了 那開放原始碼的軟體呢 有很多種 那Linux的作業系統 就是他利用開放 開放原始程式碼去編譯出來 去產生的一個作業系統 那當然這個相對於來說 開放原始碼 就是說我們就很多人 他其實是無償的去 他就是自己去發展 然後免費的提供給大家使用 所以他的 你們如果真的是在玩程式的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社群是非常大的 在做這種所謂的開放原始程式碼的設計 然後在上面有很多論壇在討論 就類似像那個hacker也是一樣 hacker就是那個 hacker也是有很多的這種 這個社群他們在討論這些東西 因為他用的很多都是開放原始程式碼的東西去做的 那他相對來說 因為使用者其實大部分都是 就是一般的使用者 所以你這個軟體如果有問題 那人家一提出來 他馬上就會 其他人就會想要辦法去把它解決 所以他就會比較快 有一些新的創新出來 就是說他可以去做很多新的這些軟體 就被發展出來 那其他公司 有些企業公司 也開始 開始對這個開放 開放原始碼 開發也慢慢 越來越重視他 像IBM還有甲骨文 這個大公司 他們其實對Linux的支援 就是說他們有很多軟體 慢慢也都移植在Linux的作業系統上面 像這個甲骨文有沒有聽過 甲骨文可能看籃球的也許會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看籃球會知道甲骨文 蛤 球場對不對 哪一家的球場是甲骨文 哪一家 勇士對不對 現在最夯的勇士 勇士他們 主場在哪邊 有在看籃球不知道嗎 Golden State啊 Golden State是哪裡 知不知道 不知道 Golden State 你們幫你們在打籃球啊 不是在打籃球 就是金州 金州啊 金州啊 金州在哪一州 唉唷 你們都不知道 真的是innocent 金州在哪裡啊 金州就是加州啊 Golden State就是加州啊 Golden State就是加州啊 所以 那 這個球場為什麼叫Oracle 甲骨文就叫Oracle 因為Oracle的總部是在 在加州啊 在加州應該是舊金山 所以他就贊助 很多美國的大公司 都會贊助一個球場嘛 對不對 所以Oracle是一個 那像是 你們還知道其他球場嗎 還知道什麼球場呢 蛤 還有什麼球場 你不是有在看NBA的嗎 還是 沒有啊 好啦 跟你們聊這些你們都搞不清楚 善 沒有反應 好啦 這個 Apple的有很多啊 MacOS還有iOS 那這個當然 那這個當然 早期當然 Steve Jobs 還有 我 我 Zonic 這個有點難分 不過anyway 這幾個啊 他們當初 其實Steve Jobs 你有沒有看過他們的電影 有部電影就是Steve Jobs 對不對 他創了 創了Apple之後 然後成功的去開發這個 Macintosh 後來賣得很好嘛 但是後來有一陣子 他就被人家踢出去有沒有 有沒有 那紀錄片有沒有檢查到他 他被踢出去嘛 踢出去之後 他跑到哪裡呢 他去跑到Nex 跑到一家公司叫Nex 那這個Nex 是一個專門做工作站 這工作站 其實也蠻不錯的 以前我在美國 也有用過這家公司的工作站 圖形化的介面 非常漂亮 而且處理速度非常快 而且非常炫 所以很多這種3D 3D電腦模擬的 大概都是用這個Nex的工作站 那後來Steve Jobs 他回到Apple之後 他就把他買走了 把這個Nex的工作站公司買走 所以他的OS 作業系統就是跟這個 Nex Step 就是這家原來叫Nex的公司 他們有發展一個作業系統 叫Nex Step 那這是一個圖形化介面 非常強的一個 他就把Mac OS 跟Mac OS X的作業系統 跟這個Nex Step 就整合在一起了 那當然Apple相對也是 一個封閉式的作業系統 因為他是Commercial 所以他要賣錢 所以這個跟蘋果一樣 蘋果跟Windows都一樣 都是要賣錢的作業系統 所以這個是比較 不方便去處理它 那Android現在也是很多啦 Android說實在 他的還是全世界 現在手機上面 應該用最多的 那他的核心是Linux 所以呢 有人他們在玩 去把手機做這個什麼 叫做 叫什麼名字啊 這是去把手機做一些改裝的時候 他其實 你只要懂Linux 他其實他後面的核心 就是Linux的核心 那搭配Java 那Java是什麼 剛才我們其實有講到JavaScript 那Java跟JavaScript 有點類似 都是一個叫直譯的一個軟體 所以我們要切入Android開發 你再懂Linux跟Java就很容易啦 那而且Android 他自己是可以開放的 但是當然啦 我們現在看到不同的公司 用Android的系統 他都自己去把它包裝成 包裝成他們公司特有的這些界面 但其實你如果真正懂得 他怎麼去弄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破解 也不是破解啦 就到他的最核心的地方 去處理他的作業系統 然後改成你 whatever你要的東西 所以 這也是有一些社群在玩這些東西啦 你可以進入到Android的手機去 改他的什麼介面什麼 改到你最想要的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 也有一個社群在玩 另外最後 談到網際網路 這個也是我們上次有談過 上次其實我們就有談到這個 Apanet Apanet其實他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一個agent agency在美國的意思就是一個 政府單位啦 他是屬於國防部的一個叫做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就是比較先端 就類似我們現在談前瞻的概念 他是比較一個先端的一個 研究機構的一個單位 那他資助那時候的 美國的大學院校在主要的電腦系統裡面 去建構一些網路 所以他們早在1960年代 美國的大學開始就已經有些網路的連結 但是他只局限於大學的網路跟網路之間 那後來就是把它變成叫做Apanet Apanet最後 Apanet一開始在談自連結學術網路 就是美國大學的學術網路 那後來再擴充到全世界呢 就變成所謂的網際網路的概念 那當然Apanet就是透過一些通訊 可以讓information可以傳可以接 而且他用什麼 用風包交換的概念 這個風包交換的概念 就是類似我們待會兒要看到 他類似我們上次也談到什麼 TCP IP的概念 他透過這種運算的方式去傳這些資料 他不是用一個bit一個bit去傳 你如果用一個bit一個bit去傳 因為電腦是0101 你如果所有的資訊都用0101去傳 在網路上面 他是非常的沒有效率的 所以他就必須把它 把它包裝成一個風包 一個pocket 包裝成一個pocket之後呢 他再用風包去做交換去做傳輸 他會比較有效率 所以他是用風包的概念 那風包裡面的東西傳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提到的那個TCP TCP的一個概念的架構 有很多不同的layer 不同的層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看了 那風包降低了這個傳輸成本 那我們風包在傳的過程中間 透過一個叫TCP 這個我們上次有說過 這個好像也要稍微知道一下 他怎麼縮寫的 叫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是一個傳輸的控制協定 那這個TCP呢 他裡面就是去define這個風包裡面 怎麼去傳輸他的東西 那當然裡面的內容我們可以不需要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TCP就是一個傳輸控制協定 來傳輸這個網路上面的所有的風包的訊息 那他會確認這些訊息來妥善的從寄見者到收見者 那另外 在因為網路 因為全世界早期當然 美國是AppleNet 還有歐洲還有其他國家 都慢慢有自己的網路 那那些網路並不是 早期的網路就是比較屬於 就是Local 所謂的Local的意思就是 比較區域區域的 就是美國的一個區域 加拿大或墨西哥或歐洲 一個區一個區這樣 那這些區域他們的網路就是自己在網路內部 就是像以前美國的學術網路 他就只有在美國的學術網路 他就沒辦法連到台灣 沒辦法聯絡到歐洲 所以他們各自的網路 那要怎麼樣讓這些各自的 這個區域的網路結合在一起 所以後來就是搭配IP 就是利用這個Internet Protocol的方式 來透過這個IP來透過一個所謂的跨網路的 跨網路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跨網路概念透過這個IP 然後才有辦法再搭配TCPIP把它整合起來 來變成是一個真正的這個 所謂的全球資訊網的概念 然後叫做TCPIP 所以TCPIP就是整個在網路 在網際網路傳輸的最底層的架構裡面 它的這個最基本的通訊的概念的協議 這都叫協定 都叫Protocol 一個叫TCP一個叫IP TCP是本身在網路在傳的過程中間 它的傳輸的訊息 那IP是為了要讓它穿越不同的網路 透過不同的網路 那這個是網路通訊協定 那整個組合在一起 叫TCPIP 那之後才會把它建構在什麼 建構在全球資訊網 所以全球資訊網 它基本上就是以TCPIP為基礎 那比較談到的是TCPIP以前早期是在做網路 那網路以前傳輸都是文字檔 就是比較單純就是寫文字啊 Email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BBS啊 這些東西 那後來再慢慢越來越多 就是把一些多媒體的東西加進來 才會變成什麼的全球資訊網 那全球資訊網 它用的就是所謂的HTML 或HTTP的這種傳輸協定 那所以HTML這種全球資訊網呢 是從1989年 在這個歐洲的這個原子研究機構 我們說過它是在做這個原子撞擊的研究機構 它去發展出的這個概念叫做超連結 hyperlink的連結的方式去做出來的 那這種HTML 這個叫做什麼 超文件標記語言 那當然呢 英文就是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那這種東西 就是說你的現在看到的 所有的網際網路上面的這些 就是瀏覽器上面所看到的這些結果 大概都是用這種語言的方式去寫出來的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一個language 只不過這個language當然它是比較有強調 是用文件的標記的方式 它裡面可以去穿插一些文字也好 可以穿插多媒體也好 包括影像包括影音等等都可以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全球資訊網 那這個就是WiWeb的概念 那全球資訊網它的傳輸就是又把它變成 叫做hypertext的transport protocol 這是我們現在的HTTP啦 那HTTP你現在如果打網址通常 通常前面要打一個HTTP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冒號兩個斜線 然後後面再加上一個什麼 一個網址 這個URL URL叫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這個URL就是網址 那這個網址就是可以直到這個視窗裡面的頁面 那另外還有一個新的就是 除了HTTP之外再加一個s 就有一個比較安全的協定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後來隨著這個什麼 網路的這個經濟 就是說在網路上購物啊等等 那你要使用到這些比較敏感性的資料 所以你要把它做一個安全的通訊協定 所以後面再加一個s 叫做https 那這是加密之後 比較不容易把你的這個個人的資料也好 或者是什麼信用卡的資料也好 把它洩漏出去 那這個有沒有聽過Mozak這個東西啊 早期最早期的網路的瀏覽器叫做Mozak 那後來這個Mozak是這個Mark Anderson 在美國的超級電腦中心開發出來的 那後來他自己出來開發 成了一家公司叫做Nescap 然後這個也是早期在做網路上面 應該都有用過的Nescap 那Nescap這個後來是很有名 但是後來也慢慢的都被 被IE啊被這個什麼Chrome啊 被什麼的取代掉了 Nescap就不見了 那後來就慢慢的90年代的末期 就產生了網路經濟 但是也產生了網路的什麼 網路的泡沫 因為當初大家就 很多人類其實做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一種一窩蜂的現象 大家看到網路越來越好 大家都一股腦的投入進去 結果就讓網路經濟開始成長 有些公司沒有賺錢 但是大家覺得說這個公司有前景 所以就很多人資金就會投入去買他的股票 結果後來發現泡沫崩盤之後 那些公司都倒了 所以這個是當初的一個在90年代 那一直到03年之後才慢慢又再恢復出來 所以後來2003年之後的商業活動 才正是比較成熟的應用在這個網路上 所以現在你們有很多 很多商業行為 你們的經濟行為是會在網路上發生的 對不對 你們在網路上買過東西 多少嘛 包括買遊戲點數這樣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後來就慢慢有一個名詞叫web2.0 網路2.0 那這2.0的概念就是代表是什麼 是利用網站當成是共同的社群基礎的網站 那web2.0它是利用社群的力量 來推很多事情 包括像臉書 包括像部落格 包括像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可能以後你們也會用蠻多的 你們有時候找很多資料 大概一搜尋到的先開始都是到維基 Wikipedia 那這些都是利用維基 就是利用大家 因為 有沒有用過維基啊 Google 維基有沒有人在維護 維基是有維護 但是他的資料提供的是誰 是一般 一般的民眾 一般民眾他只要有意願上去寫他的資料 他就可以上去維基上去維護他的資料 所以這種類似利用 利用共同 利用民眾的力量去共同支持的一個單位 叫做web2.0 那web2.0呢參與的人就是你 就是使用者啦 所以在2006年 這個很特別 這個time magazine有沒有 時代雜誌 他每年都會有一個所謂的年度封面人物對不對 那2006年呢他就把他選成你就是封面人物 為什麼 因為是你來造就了整個新的社群 新的這個web的這個新的時代 所以web2.0造成的社會現象 就是從少數的權力移轉到多數的授權 就大多數人共同來維護創造這個網路社會 那當然造成的問題也是有啦 要包括網路暴力這樣 還是網路霸凌對不對 這個也是因為web2.0也許可能他所造成的 所以web2.0 他就是說公司他只是提供他的一個平台 但是都是由使用者完全他自己去建立他的內容 像最簡單的像facebook 還有twitter youtube ebay wikipedia 這些東西都是只是平台 但是是誰在使用他 是有很多的使用者來使用他 來共同維護他的 所以這個就是web2.0的概念 稍微知道一下 好這個是 類似我們把概念的東西又重新再review一遍 好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來真正操作一個電腦程式 操作一個C program 好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